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是 但是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好 要不然像我活到60岁了 你说我有没有头部体伤 当然有啊 那你能不能说每个60岁的 都把他白头发揉成黑色的 那如果有可能天底下就没有白头发的人 以后也没有脸皮皱的人 每个人都像一二十岁的光滑红润 那这里还算人间吗 人间就是有缺陷的 那只有如果说都没有老人 那只有天上有啊 了解吧 所以这个就是即便有个别的体质 差异 但不是说所有的差异衰老的差异 你都能把他揉成正常 了解吗 但这些异常起码可以确定一件 他不是疾病 了解吗 那这样异常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像这种当然也可以处理 你他已经觉得心里 你因为小孩子掉成这样 心里有没有不舒服感 有跟同侪在一起 他也会有自卑感 那这已经影响到生活作息 这个要处理 我再指的就是这个要处理 了解吗 如果你已经感觉有影响到生活作息 就可以 就像我再举例 我牙齿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拔牙的坏处 人家说哎呀 蛀牙嘛痛 现在也知道 痛跟牙齿无关 只要揉一揉就好 但是我知道的太晚了 牙齿已经被拔了好几根了 那怎么办呢 现在蛀掉的开始奔落了 奔到怎么样 尖尖很尖锐 我只要舌头一碰就会刺痛 那这个时候 这个牙齿是异常 对吧 那这个异常 有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作息了 有 确实 你只要一碰 讲话稍微一碰就痛 那我要不要处理 当然要啊 我就去找牙哥 把它磨平了 不再刺就好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只要异常形态 影响到生活作息就要 如果没有影响生活作息 是不需要的 我们来放两个案例 让大家更清晰一点 脚皮肤异常案例 一点不同的 一点都不同 不同 不刺的它也不一样 不痛不一样 不痛不一样 对对 其实我平常的活动 也不会影响我的活动 我还得上班 每个星期打羽毛球 两次至三次 我还有跳舞 我以前是跳舞的 现在也可以跳舞 当然这个灵魂性 没有那么一切那么好 所以其实对我日常生活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可是已经持了两年 三年多了 所以这一两年时间 我看过中思医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看那个庄 他们根本解释 就是我自己提到的免疫能力 自己供给自己的皮肤 所以都没有症状 就是难看 就是难受 就是难受 好 这个脚很明显是一个异常 对吧 长得很难看 但是他有讲一句话 难看而不难受 有没有 也就是没有影响他生活作息 他也可以运动 打羽毛球 跳舞 有没有 好 这时候要不要处理 认为要的举手 我看一下 还是有人觉得要处理 那怎么处理呢 西医有没有办法处理啊 你们太小看西医了 我们说西医专门在检查异常 处理异常吗 你们又说不行 他最后那一招亮出来 咔咔不就解决了 腿不见了哪有异常 就像黑脚阿嬷 脚趾头黑掉了 把他膝盖咔咔不就没有了 那不是好了吗 但是你敢不敢给他咔咔 是你不敢不是他不能治疗啊 当然吃药是不可能好的 那这个只有从解除异常最快 是咔咔啦 我告诉各位你们先别笑 如果这个是不是长在腿 因为腿你看得到 我说人就是因为你们看得到的 有判断力 医学就不敢乱扯 但万一这些东西长在肠子里面 他说你这个是肠息肉 如果不处理会变成癌肿瘤 一定要咔咔 要不然以后会有便秘啊 什么疼痛 虽然现在没有 但以后会有 因为异常根本没有症状嘛 那以后如果会有 会变成癌肿瘤恶性 会有很多症状 你要不要咔咔 要不要把手术 切一切 要不要 一定会 因为你们体内的 完全没有判断力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体内 了解吗 是现在的科技进步了 西医利用科技来让你们看到 然后这个是不是病 又由他们来定 从来没有人去分辨 什么是老 什么是病 其实中医已经讲得很清楚 疾病就是症跟状嘛 那这些不是症跟状的 就不是疾病啊 中医已经再清楚不过 你看几千年的中医学 都把这个都讲得很清晰 那这个跟体外有什么分别 你们早上也跟我讲 体外会变化 体内会不会变化 也会 那现在如果你看到长息肉 人家讲这个是病 你就咔嚓了 那表示你怎么样 体外的跟体内 你会有不同的思维 就像我的鼻息肉 长在鼻孔外的 你说是老 变成里面了 你又说我病了 一样 对不对 那现在腿长在外面的 你们也知道 这个不是病 这是异常 对吧 但是如果长在里面 一学说这个是病 你们又认为是病 因为你们 从来没有试过这个问题 那可能会不会咔嚓 会 那你们愿意 但是脚 因为是长在脚外面 即便它要把你咔嚓 你也不要 你知道 哇 这个咔嚓还得了 但是你们就不知道 体内那个咔咔 对身体的破坏性有多大 你们从来没有评估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个严重体质破坏 但谁会知道呢 这个会开完刀身体很伤的 要以后要补回来 还要一段时间 所以类似这样要不要处理 一句话 不需要处理 因为它没有影响生活作息 只是一个难看而不难受 以这个为标准 了解吗 那如果难受 就要处理 难看又难受 那就要处理 就像小孩子 他难看 心里又很难受 那这个只好去处理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下一个 我就主张要处理 我们来看一个肿瘤 脖子的 肿瘤头部两倍大案例 二十多岁 开始脸部左侧长肿瘤 经历四十年左右 肿瘤已经是头部的两倍大 七点四六公斤 这个是长在非洲 如果它不是生在非洲 生在台湾 它就完了 不要说长到这么大 两个头大 只要长两公分 就被人家咔嚓了 然后咔嚓了 完了还要吃化疗药 电疗 了解我的意思吧 这个是快速的成长 但是它不理它 竟然长到两个头大 也不死 那如果肿瘤 很多人处理了 反而很快就怎么样 就那个疗 一两年死了一大堆 最近台湾也研究报告说 台湾这好像三十年来吧 死亡第一名的就是癌肿瘤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听到癌 就开始色变 就想积极处理 那这个是刚好生在非洲 没有医疗之言 所以让它慢慢可以长那么大 但可以证实一点 好像那么大也不会死人 那这个要不要处理 当然要处理了 因为它连睡觉都要找一个姿势 才睡得着 那走路 那个沉重的负担 是不是 它处理完 是不是比较清爽 减轻了它的负担了 是 这个时候已经影响到生活作息 我建议 可以处理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什么要处理呢 比如有人白内障 有没有 白内障也是一种 老化的异常 生出一个多出来的坠肉 把你眼睛遮住了 对不对 好 当它影响到你的视力 视线的时候 要不要处理 当然要啊 要不然 它已经影响你的一些视线了 对不对 但是我这里有特别提 即便要处理 不要立刻从果结症 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它既然是老化 败坏的现象所生成的 最好还是先重阴处理 因为也许你按推原始痛点 也就是这里 还有头部整骨下沿的原始点 然后再加强温敷 它有些就会消了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有 我们确实有收集到 但是没有用 因为都 它打来的这些分享案例 只说说没有把前后一系列这样拍成这种案例 所以很难对各位说 但我知道这样的案例我听了很多个 那好 即便说啦 没有效 对你们也没有妨害嘛 你这样揉一揉 揉个一两个月 就马上知道结果了 对吧 揉完还有一个好处 你竟然会长出这些老化的一些异常出来 表示你头部有没有体伤 肯定有 你头部有没有热能不足 也肯定有 才会老化的那么快 好 那有了你把它积极的处理 以后可以预防怎么样 因为你因把它解决了 以后它果还会长吗 比较不会 包括以后头部的所有症状 你都可以达到预防的作用 包括可能老人痴呆啦 脑中风啦 颜面神经麻痹啦 类似这样的病 你就可以预防 所以揉了还有温敷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揉完即便没有效 你这时候再去从果解症 开给西医手术 那这个我也不反对 所以我下面就是从阴无效 好 那从果下手 我就同意 但记得哦 次序是要先怎么样 从阴而后从果 因为从果 你即便果解决了 你因没有解决 以后问题还是一大堆 好 这是我对异常最后的结论 那我们最后再把最后一段 再念一下 总之 异常只是衰老败坏的现象 它们既不是导致疾病症状的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医学要解决的是疾病而非衰老 如果为了解除症状或检测正常 却将异常当成治疗对象 他就犯了倒果为因 而说疑症多因或果生果 与将衰老当成疾病 而使病人变多的过失 如此治疗不仅违反自然规律 还超出医学范畴 总结异常跟疾病的因无关 也跟疾病本身无关 对不对 那我们医学是要解决疾病还是衰老 疾病 所以跟异常我们是不能处理 那如果你处理异常 就会犯了什么 一阵多因还有果生果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不是疾病本身 你又把异常当作疾病怎么样 那这样会产生什么弊端呢 病人越来越多 所以你们发现 现有的医学科技越来越进步 仪器设备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的病人是减少还是增多 我告诉各位增多了 因为越精细很多异常 你稍微身体的一些变化 马上就被检查出来 那又变成认定 这些老化把它当作疾病的时候 那病人不是变多 所以医院常常是客满 西医患者多到不行 永远治不完 因为以前老就是老 病就是病 那中医就是为解决疾病 没有再处理异常的 那现在老病不分的结果 病人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那如果这样处理 把老病不分继续延伸 我们来看 它也违反了自然规定 因为老是不需要治疗 只能怎么样 加强体力的锻炼 远缓衰老而已 老怎么去治疗呢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医学竟然要去治疗老 那是不可能的 违反了自然规律 而且也超出医学应该有的范畴 因为医学要解决是疾病而非衰老 这样大家了解了吧 所以整篇的论果读下来 你们如果论懂 对疾病跟老化 我相信你们应该到现在 如果听得懂 我就相信你们分得清楚了 不论